陳奕陽老師做講解 那為什麼呢 後來就他的朋友 多觀察過的朋友 一看到 他那這文化好像聽到了終身 好像聽到說可能我們在我們的生活 陳奕陽老師做講解 那為什麼呢 後來就他的朋友 多觀察過的朋友 一看到 他那這文化好像聽到了終身嗎 謝謝傅政帥哥 來吧 幫你拍個招 我們可以先邊用那個王爹 走吧 用個餐吧 幫我弄一份 幫我弄一份 好 先弄這一群 好 先弄這一群 好 先弄這一群 縮尾的時候他就說 剩下的我們老師來補充就好 不用怕 那這幅畫的名字叫做剝補的 自己的畫的在1868年畫的 那這幅畫是比較第一 第二次畫剝補的人 那第一 一幅畫在沙龍長很重 但是他覺得有些動作 做得不夠細力不夠流暢 所以他又重做了一幅 這是第二幅 那第一幅也是 他第一次畫 他第一次畫農民畫之後 然後他才畫 然後他才畫 然後麥子就飛上去 他覺得當力道成都 所以 這剝補的人呢 他的麥稅往上揚 往上揚 所以呢 他那個力道往上揚的那個力道 然後把土 土跟河去掉之後 剩下這些麥 然後呢 這個 我們可以分出八個或十